诶 那很多的花友在养垂直茉莉的时候 问了我一个事 就是老花仪你看 我这个垂直茉莉叶子发黄 如果说你们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老花仪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看到了吗 就这样 把下面这种笋枝也给它拔掉 让植物整体上面有一个顶端优势 这个就是我们蛋肥用的太多了 这种大叶子就不要了 看到没 让它重新去长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下一步天气一要凉 它就会开始慢慢的上花 这些个老叶子 它是一个营养储存器官 再加上植物它是有顶端优势 当它觉得肥力不够的时候 就首先会代谢掉下面的黄叶子 咱们人为的去给它揪一揪 这样的话它会集中精力去长上面 而且这种老叶子时间长了 它会得一些病虫害在上面 也会影响植物的生长 你们可以录一下 像这种老叶子都可以给它去掉 让它长上面去 你看 这个位置 它会有两个小的侧芽起来 以后它会再长起来 长得更圆润 所以说花儿梅在养花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呢 叶子发黄 只要是下面的 你就心狠一点 直接给它弄掉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跟我大舅子一样 哎呀我大舅子 大舅子就天天说 我前女友怎么怎么的 我前女友关你啥事 你跟你媳妇好好过就完了呗 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道理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垂师茉莉 在整个的养护周期 它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点呢 像这种光照 折过羊的光照 尽量给 给的时候它会开得更好 长得更圆润 这个时期要补肥了 一个点是什么 你看新长出来 叶子白白的黄黄的 不是那么绿了 这个时候赶紧撕肥 如果是你在大棚里边的话 或者是你大面积种植的话呢 再来一些个微量元素 给它喷一遍会更好 你如果说 像我们 有的朋友说 老外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每次浇水的时候 都会兑反水水进去 因为我们用的时候 是按吨的用 就便宜很多了 这话说还是贵 不用用很多 它主要是微量元素 另外呢 我们这两天 开始引进一个叫净水设备 以后我们浇水会存净水 也会大大的减少这种黄花病 还有一些东西 那接下来呢 我就露叶子了 花友们 我把我们家这些叶子 都要给它露掉一下 如果说你们要做棒棒糖之类的 发现了这种叶子 特别多 特别大 咚咚手把它露掉 那另外有花友说 老花一什么垂师茉莉不开花 它要到十月份 一直开到明年的五月份 也就冬天 一直开到春天 然后有的话说 别的地方怎么容易 它有两种品种 一个是荷兰的垂师茉莉 我们养的这些 都是泰国的垂师茉莉 泰国垂师茉莉 开的是红红的那个花 很好看 泰国的那个绿绿的 也很粉嫩 但是花续短 这个季节呢 荷兰的是在开花 但是泰国的这个垂师茉莉 就没有开花 盖着这个点就行了 别着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花友 好了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啊 我是老花一 养完脆转意 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